好来看到国科会呢 2024年的台湾科普环岛列车 24号分别开底到了花莲中南区的玉璃以及光复乡 虽然天空不作美下起了阵阵大雨 不过不减学童对科学知识的学习 每个闯关站都挤爆了 那么也透过游戏来充分应用在各个游戏的关卡里面 让学童对于科学的原理以及知识充满浓厚的兴趣 利用简单的工具组合正式音频震动或者静电传导 还有近期内最夯的语言程式机器模组拼接动能等等 每位小朋友玩的不亦乐乎更是学到了各中的科学知识语言理 这是2024科普环岛列车光复场 有哪些关卡 有那个跳跳板 然后实在有剧跟那个 你换我 对 你最喜欢哪一个 那个那个是什么 请所有引导人员 请所有科普列车和引导工作人员注意 现在可以烧热车 因为它可以写东西 你都记得到它会烧热 然后就这样变得这样 然后我就真的觉得很厉害 国客会推广科学普及化 今年度科普环岛列车分别就开提到玉璃以及光复箱 下午的光复场次 花莲中南区各国中小学学生分期到场闯关体验 即便天空下起了一阵阵的大雨不减学童们的学习性质 穿雨衣 穿雨伞的挑战科普关卡 我看看到这么多小朋友来做这个科普活动 其实也蛮高兴的 那希望各位小朋友等一下的都要看到你的赞典活动 然后随机这科普的机器 然后把它带回家 应用在你的生活上 推广作用啦 让大家能够认识新的那个科学 还有新的设备可以使用 那增进我们学生在 课程方面还有教材方面的更新 科普环岛列车开办第九年第二度开迪到光复箱 将科学教育知识直接开到了中南区各国中小学 除了中南区各校校长高度支持 箱窗林薪水也全力协助配合 下雨啊 大家还是热情丰富 然后光复箱攻守 欢迎各位来到光复箱攻守的广场 希望有个美好的一天 也希望说各位同学在今天可以找到很喜欢的科普的活动 今年国立东华大学配合国科会节 礼拜里2024台湾科普环岛列车 今天从玉礼站出发下午到达光复箱 获得了各校学生的热烈回响 25号科普列车也将会接续开往寿风 以及花莲旌旗广场举行科普闯关活动 一起来提升大众对科学的兴趣 记者十一遇蓝光复采访报道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